说点新东西吧 那么的话这个 我们刚才是什么呢 通过这个Display属性 把这个A转换成什么呢 Display转换成内联块 那么导致让这个A怎么样呢 可以支持什么 可以支持这个宽和高 要不的话这个A是不支持宽高的 是吧 因为A本身是什么 内联元素吧 那么下面有朋友问到 我这几个是不是都要记一下呢 那么最好大家记一下啊 就是哪个元素是块元素 哪个元素是内联元素啊 最好记一下 记一下的话 大家做的时候比较清楚啊 总共就这么几个 实际上很好记的啊 你看内联元素就这么六个嘛 是吧 就这么六个实际上好记啊 然后块元素的话就这么几个啊 大家刻意的去记一下 可以记下来啊 实际上就这么几个啊 那么什么内联块元素 是哪几个标签呢 没有啊 没有内联块元素标签 那么我们转成内联块元素的话 是什么呢 是通过什么 Display这个属性来转的是吧 Display这个属性来转的啊 Display来转成什么 内联块元素啊 好 那么刚刚那个例子的话啊 刚刚那个例子就是什么呢 就是 还有一步还没做是吧 还不还没 这就是说鼠标放到上面怎么样 就是什么 会有一个hold的效果是吧 hold的效果啊 好 那么这个hold的效果的话是怎么做呢 那么就是实际上是针对A的hold是吧 好怎么做呢 那么实际上也也不是太麻烦啊 那么的话是点什么 menu下面的A吧 是吧 然后给他一个hold的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围类吧 是吧 围类啊 围类的时候 然后把它什么呢 给他A给他一个背景色 这个背景色的话就不是白色的吧 默认着它是白的吧 是吧 默认是白色是吧 那么hold之后这个就不是白色的 就是background的是什么 color是什么颜色呢 是这个 这个什么呢 和他 go的吧 是吧 和这个线一样的颜色 是这样的啊 那么就拿一个go的 是这样的啊 go的 好 这个go的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效果啊 好 来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不是够的啊 是不是可以啊 好 但是的话好像效果还差了一点是吧 看没有 这个放上去是吧 这个的文字是不是怎么样 变成白的吧 是吧 好 那么还要加一下是吧 加什么呢 color吧 color啊 color color的话它默认是什么呢 默认是pink吧 这个时候把它变成白的是吧 白的话就是警号 fff 这个就是白色啊 实际上是六个f是吧 那么可以解决成三个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好 再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 那么它就是什么呢 是白色啊 好 这样 好 就这个效果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hover的效果啊 就是加上这一句吧 讲这句就行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hover 这个是尾类是吧 hover的尾类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常用的 这种hover的尾类啊 比较常用 好 这是关于这个例子啊 可以这个例子最后一点东西啊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呢再讲点新东西 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刚才是什么呢 这个display这个属性呢 刚才是大概的说了一下啊 大概的说了一下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个display的 还有些东西没说到啊 display的话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 它可以转成什么呢 我们的不管哪个元素通过这个display可以 任意的转吧 比如说display block是什么 就是块是吧 display inline 是什么呢 行类是吧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再来转一下啊 这个是 这是0103啊 这个是元素类型转换啊 display属性吧 display display属性啊 好存一下啊 好 display属性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这里拿一个box是吧 这个box是一个div吧 div啊 好 div的话那么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拿一个 给他拿一个这个是吧 好 这个box 那么这个div默认就是块元素啊 是吧 默认就是块元素啊 比如说我拿一个box 比如说我拿一个宽啊 宽讲说是什么呢 宽讲说是这100px啊 好200吧 200px 然后高度也是200px是吧 高度也是200px啊 200px啊 然后的话给他一个背景设施一个 拿一个够的是吧 好 它默认是块元素的话就会支持这个宽高吧 是吧 好 那么大概是这个样子是吧 再一个块元素吧 好 这个块元素啊 比如说这是什么呢 呃 这个是什么 div元素是吧 div元素啊 好 div元素的话 那么如果说我想转一下是吧 把它转成其他的类型是吧 那么我用什么呢 用display吧 好display啊 好 display假如我拿一个inline 这个时候是转成什么 转成类链元素吧 好 如果转成类链元素的话 它是不是不支持宽高啊 不支持宽高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是吧 好 那么默认的如果没有这一句的话是这样子的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变化的效果啊 好 如果没有这一句的话是这样子是吧 是这样子的吧 好 如果转一下是吧 转一下之后那么就是 内链元素啊 内链元素啊 内链元素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样子 刷新一下是吧 是变成这样子的 因为它不支持宽高嘛 那么就跟一个A标签一样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个文字是什么呢 什么呢 就是撑开它的那个大小是吧 宽高的不支持 是不是这样子啊 把这次转成什么 内链元素是吧 好 那么如果转成什么 内链块是吧 如果是转成内链块啊 好 那么转成内链块的话 比如说是这个 inline block 是吧 inline block 好 inline block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 和这个块叫类似吧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还是 恢复成这种效果吧 是吧 那么块有什么区别呢 是吧 假如说过程的 我这句不要啊 这句不要 我再来一个box 再来一个box 的话怎么样 再来一个box 的话是怎么样 这两个是应该是上下排吧 是吧 上下排啊 刷新下 是不是上下排啊 好 那么如果我加上这句怎么样 它就可以什么 左右排了吧 左右排啊 好 刷新下啊 这个是不是左右排啊 是吧 好 那么 仍然怎么样 有一个不好的东西 就是什么 这个间隙吧 这个间隙啊 这间隙的话 仍然是什么呢 就是比较头同的地方 是吧 好 那么我们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除了什么 可以什么 代码换航 是吧 取消这个代码换航 可以什么 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啊 解决这个问题啊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把什么 负极的 负极的什么呢 这个自己代表设为零吧 是吧 好 负极代表设为零 负极代表设为零的话 比如说我来个 比如说来个body 是吧 它的负极是body吧 是吧 body啊 body的风的size把它设为什么呢 风的size设为零 是吧 设为零啊 好 后来设为零之后 再来看一下它这个刷新卡 这个 好 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怎么样 是合在一起啊 但是这个文字就不见了 是吧 因为继承的文字单小 所以里面的文字也是零 是吧 那么我们在子级里面 再设一个风的size 风的size 这个是 16 是吧 16px 16px 好 这个的话是怎么样 就可以什么呢 达到这个效果吧 是左右排了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时候你在设什么呢 间距就好设了吧 我想设多少就是多少 是吧 如果你不去向那个间隙的话 是吧 你设的这个间隙是不是有问题啊 还要加上那个间隙是不是不准啊 没有没有 是吧 我们去掉它的话是方便我们自己来精确的设置这个间 我们自己的间隙 是这样的啊 好 比如说再设置一个 再设置一个marking 是吧 比如说设置一个marking 20 是吧 20px 这个时候的话设置的20就是20 是吧 那么不会有加上那个间隙 是吧 这个就是20了 是吧 这个就是严格的20 好 这个就是关于display的这些转化啊 就是通过这个display 就是三种类型可以任意转啊 三种类型可以任意转啊 好 那么转的时候大家记得啊 我们转这个类型的时候大家记得 就是说什么呢 呃 我们一般是怎么转的 一般是什么呢 块元素一般我们是直接用啊 块元素直接用 开元素一般 一般我们不是 一般什么呢 不会把什么块元素转成内链元素或者转成内链块 啊 一般不会这么转啊 那么的话 我们一般是什么呢 把什么呢 内链元素会转成什么呢 块元素或者内链块啊 一般会这么转啊 那么有时候的话啊 有时候会什么呢 会做一点转化啊 比如说是呃 就是列表的时候啊 列表的时候少量的时候会转 比如说把li啊 把这个li会转化成什么呢 li是什么 块元素吧 块元素我们有时候会把它转成什么 内链块啊 有时候会这么转啊 li的话它是块元素的话 每个是排成一行吧 是吧 我们想它什么 呃 每个是排成一行 小它让它每个LOS嘛 在同一行里面的话 把它转成什么 内链块啊 转成内链块啊 好 这个在用的时候 我们在实际在说啊 好 那么接着的话 再来说一点问题 说一点 呃 这个知识点 就是关于这个Display 还有一个属性啊 没说到的 就是关于这个LAN DisplayLAN 这个属性啊 这个属性是什么意思呢 它可以把元素藏起来 啊 就是说 如果设置DisplayLAN的话 那么元素就隐藏起来 而且不再有空间 啊 这样子的啊 它就会把元素藏起来啊 那么这个DisplayLAN 只要我们在做效果的时候 经常会用啊 经常会用这个效果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DisplayLAN 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怎么用的啊 比如说我来做一个效果 这个什么效果呢 呃 假如说做一个 啊 鼠标 移动什么 就显示 然后一看就隐藏了一个效果啊 好 那做一个什么效果呢 假如说我这里面啊 嗯 来做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这里面这个例子 可以放在这里啊 好 Display属性啊 好 那么我下面再做一个东西吧 比如说我再拿一个 DIV 是吧 然后这个DIV的话 class等于一个什么呢 CON 是吧 CON啊 这样的一个DIV啊 好 这样一个DIV里面 有什么效果呢 假如说这里面有一个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什么啊 假如说H3吧 H3啊 这个标题啊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 什么呢 嗯 这个是悬停文字啊 悬停文字 好 这样一个效果 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那么的话 这个下面再拿一个DIV 是吧 好 这个DIV啊 好 再拿一个DIV 然后class等于什么呢 这个等于一个这个 BOX吧 BOX2吧 BOX2 好 这样一个效果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假如说这里面是 这个关于这个 呃 说明文字吧 说明文字 啊 这样一个东西啊 好 这样一个结构 是吧 这样一个结构之后 那么这个假如说 我这个地方 给什么 文字标题吧 文字标题啊 好 文字的标题啊 标题啊 标题 好 那么下面这个是什么呢 关于文字标题的一些说明 是吧 文字标题的 说明啊 这样一个啊 说明 好 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那么我要做一个什么呢 就说我鼠标 放到这个文字标题上面之后 这个东西才写字啊 那么它不能是隐藏起来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 大概我来写一下这个样式吧 写这个样式啊 好 那么的话 它们直接用这个换行隔开吧 好 币啊 好 好 那么的话 来看一下这个 首先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 C-O-N吧 嗯 这个 C-O-N啊 这个C-O-N的话 我给它一个 讲说它的宽度是 它的宽度是什么呢 宽度是 嗯 讲说这是 宽度是200吧 200px啊 好 宽度200px 然后高度5点 高度5点 好 高度5点啊 然后的话 这个BOX啊 这个点BOX12 啊 点BOX12的话 它的这个宽 讲说是200啊 200px啊 然后它的高度 讲说也是200px 200px 然后的话 它的背景色 给它一个够的 是吧 够的 好 好 这么做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 是吧 好 刚刚的话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嗯 BogX12哈 Bog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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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H3,这个body 打地方写错了啊 啊,Font size是吧 Font size这个body 好,Font size的话怎么样呢 这个body的Font size是不是影响到这个H3呢 是吧,影响到这个H3 这个是我自己设的一个坑是吧 这个坑啊,好 那么的话,导致它什么,显示不出来吧 是吧,显示不出来啊 好,那么的话我这个H3加个size吧 好,那么这个我可以写这个 好,CON里面的啊,CON里面的H3 好,我是想把它做到一个例子里面啊 那么这个影响到这里了是吧 好,这个Font size讲说我设置一个Font size 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30px是吧 30px是吧 好,那么CON这个包括12里面的Font size呢 给它来一个,啊 给它来一个16吧 16px啊 好,大概这样一个效果啊 再来看一下啊,刷新一下 好,大概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现在我要做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默认了这个什么呢 文字标题的说明这个什么呢 默认它是隐藏的啊 然后我鼠标放到这个字上面去之后怎么样 它才显示啊 好,那么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我想把这个东西隐藏起来 是吧 这个DIV隐藏起来 怎么做呢 那么就设置最后一个什么 Display的其他的一个属性什么呢 Display 那么设置为什么 LAN 好,DisplayLAN的话怎么样 这个就隐藏起来了啊 DisplayLAN它就隐藏起来了 来看一下啊 好,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藏起来了 没有了吧 好,没有之后 那么现在我想把鼠标放上去之后怎么样 它就显示出来啊 鼠标一开的话它就隐藏 好,这样一个效果啊 那么这个效果怎么做呢 实际上就是用一个hover的这个事件 hover的这个样式的伪类来做啊 怎么做呢 比如说啊 那么这么做啊 比如说我来这个什么呢 这么写啊 点CON是吧 点CON的话是不是指了这整个容器啊 啊 它什么呢 它hover的时候啊 它hover的时候 就是鼠标放上去的时候明白没有 然后它hover的时候 它下面的什么呢 这个点BOG 12 明白没有 hover下面的点BOG 12 明白没有啊 hover的时候 它下面的点BOG 12的话怎么样呢 给它拿一个Display 拿一个什么 B-L-O-C-K 啊 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要设置Display Block呢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废话 这不是废话吧 因为它默认的 我现在它的Display是烂的吧 我要设置Display Block什么 把这个烂的这个属性给覆盖掉吧 明白没有 那么Display如果得Block的话 它是 显示为快的话 它本身就是什么 就可以显示出来吧 明白没有 它的属性是烂的话 它就会隐藏 明白没有 这个就是说把它的烂的属性覆盖掉 设置为什么呢 Block好 那么这么写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再来鼠标放上去的时候 是不是有了 移开是没了 是吧 是不是这个效果啊 这个效果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hover的这个效果啊 好 好 这个效果的话就是怎么呢 我们后面会大量用到这个 烂的这个属性的啊 好 这个效果 好 好 大家可以把这个例子做一下 好吧 这个例子稍微做一下啊 就是关于这个hover的啊 大家可以另外加个另外的来个文件啊 上面的这个phone头等于0的话啊 导致我这个里面的文字啊 看不到啊 好